你好,我是Wingga 每当清明节的这个小假期的时候 我们牧区很多人都是开始打马印的时候了 我弟连续这三天去了不同的人家家里面 今天去了叔叔家后面 我跟妹妹一起去看一下 带他见见世面 你不见得来 对不起 好大方的弟弟 喔喔 对对对对 好 对对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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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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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看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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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得有點晚了 然后没能赶上他们家的打码印的那个画面 然后弟弟和表叔叔他们又移了战场 到了另外一个叔叔家里面我们跟过去 一定要拍到一个打码印的画面给大家去看 你是谁?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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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了 他好白哦 这个叔叔家大家肯定有印象 去年夏天的时候 他们家带走了我们 树壳最后一个小可可宝宝 之后呢有一段时间是丢了 然后又找到了 找到之后呢我跟爸爸去他们家下银盘 去看他们一家子 然后去他们下银盘看看 再去看了一下那个小可可宝宝 然后现在到了他们家这个 平时住的地方 真正的住处 我看到视频和照片小可可都长大了 就看看 这条人过来 咋大了 咋大了 还在那里 还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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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又要在哪儿呢? 刚才他们在哪儿呢? 今天夏天重新找到它 然后我过去看它的时候 它就已经就是要哭泣 那种欺负重生那种样子 它好大 它比它现在比胃口还要大 我现在来到梵康区 他没人过去看它 你是不是来到这个了 小牧场 努力 努力 好 你还是要去那种 你怎么很多 我还是去那种 你怎么没给你 你不是 图例 喜欢图 不是饭 Nice itter 心裂 前两年的时候我也给大家拍过很多期的关于打马印的内容 可能老朋友都知道了都清楚了 但是还有一部分的新朋友呢 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会打马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项运动 为什么马会疼各类的这个疑问啊 起初打马印的目的就是方便管理和方便辨认 那么流传到现在呢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它不仅仅是一项的任务或者是一个方式而已 更多的现在变成一种活动运动的形式 以及文化的一种体现 另一批完成神明了 现在就只剩下这个我要的小本皮套 随着科技的发达 有很多种方式 大可以节省劳动力 跳过繁琐的一些过程 比如烧火 烫红马印 套马 抓马 再剪马毛等等 但这项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打马印这一个目的 因为马和人都经过了漫长的蓝散的冬天 需要出出汗 快速燃指 来迎接春天 而且在套马摔马的过程中 年轻一辈可以从长辈那里学习到很多技巧 滴滴滴的高光时刻 至少